好ok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房子 其实房子很简单 各位应该 应该 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第一个就是你 你有一个立方体 一进去就有个立方体 把这个立方体呢 复制一份 放在上面 ok 叠上去嘛 叠上去之后呢 把它放大一点点 放大一点点 然后呢 放大一点 然后 接下来呢 你把 看你要做的是那种 中国式的还是泰国式的 如果泰国式的 就直接把上面那个面 直接缩小就好了 如果是中国式的那种 斜屋顶的 那就 就是把上面这个呢 它的 这个面的这一个轴缩小 就可以了 所以我现在是切到顶四角 然后把 这个面选起来 然后呢 ok 进入编辑模式 ok 然后呢 我把一个轴向缩小就好 不要把全部缩小 一个轴向缩小就变成这种 这种斜屋顶的房子 如果全部缩小就变成泰式的那种 四面佛的那种 那种房子 ok 好 那这就是房屋 当然我们没有上色 那你可以 如果觉得太丑 你可以上一下色 让这边变屋顶的颜色 这边可能就变 变看要什么色 你觉得好就好了 好 那所以 建一个房子 我们就实际来做做看 好 那我现在呢 进入blender 好 那我一样先切到perspective 然后切到front 那这边先取消 ok 其实 要多一个视窗也可以 不要也可以 那我就多切一个视窗 然后把这边呢 切成那个相机视角 相机视角 好 这样子 看起来 会有两个角度 好 那这一个立方体 G 然后我按Z 会沿着Z轴 可以让你 让它缩小 不 上升下降 那我现在缩小一点 因为我怕房子太大 看不太大 好 ok 这样子 我觉得ok 再按shift d 复制一份 然后再按 G Z 往上提升 提升 提升多一点 因为我希望这个屋顶大一点点 按S呢 放大 放大一点 好 这样子呢 这一个屋顶就比原来大了 好 接下来呢 我先做一个态势的 态势的房子 好 那所以我进入编辑模式 按A全取消 A全取消之后呢 我想选顶面 所以我在这里 我选这个 这里 这里有个 这里面模式 我们选面模式 好 选了之后呢 按S 好 按S 那 如果你觉得这里 太高的话 就按G 把它拉下来一点点 OK 好 但是好像不太正 对不对 这边不正 没关系 这边调回来 OK 还是不正 奇怪 按顶面模式来看看 真的不正 好 这样子就正 好 大一点 好 这样子比较正一点 好 OK 这样子 就变态势的 按F12 大致上一个泰式的房子 就OK了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亮度不够 所以呢 就把环境光 设起来 0.2 好 那按F12 这样子就OK 但是呢 你会觉得 一个什么颜色 都没有的房子 怪怪 把它 稍微改一下颜色 所以呢 我现在进入物件模式 去设这一个的颜色 那房子的屋顶 我随便设一个颜色 OK 好 那设一个颜色 我本来只要设屋顶 结果那个也设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颜色 一个颜色 所以刚刚那个是共用 那现在我想要再多一个颜色 我可以 按这个加 或者是 我在这里的时候呢 对 我按加 好 我按加的时候 它是不是多了一个颜色 我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下面 我如果用绿色 这样就变绿色 好 那这样子 我们的房子 再回到正面来看 OK 或者是 侧面来看 好 那 你就会看到 OK 一个绿色 有 有木头屋顶的房子 好 那这是我们的房子 这个房子呢 待会请你 先存档 先存档 储存 按Safe 然后呢 在这里 我们建一个新的资料档 好 叫 Model 好 我这边呢 就叫House TaiHouse 好 点Brand 那 就是 泰式房屋 储存起来 为什么要储存起来呢 因为待会还要用 待会我要教你 你们怎么打窗户 所以 这个房子 先不要直接把它取消掉 好 这样存起来 OK 那存起来 你要关掉 也是可以关了 好 OK 所以 我们 这次先交建一个房子 那请各位 做一下练习